四 三 二 一 来 带人正式到位启动 为大家尊重介绍的就是 2013年爽活的生活态度 哎呀 不错 这个油压不是很好 两位再合照一下 谢谢 两位再从右边看齐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启动仪式 刚刚推的时候 有点不太难 要不要再看一次 算了吧 后面已经推这么辛苦了 再说回去再推一次 也没办法再来一次 因为他只能用一次的 不要再来一次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刚刚有好多人 都分享了他的爽活宣言 那我们也请二位在台上跟我们讲一下 也就是来造个句 少了什么的什么 然后什么刚刚好 你们谁要先来 我先来 好 宅宅先 少了日夜奔波的行程 依然自得的刚刚好 哦 不错 少了奔波的行程 日夜奔波 日夜奔波 一定要日夜奔波 前阵子刚好 好细的宣传 其实每天就 就真的是 确实是这样 对 很新银 可以继续这样讲 谢谢 所以你突然之间要有自己 疑然自得的那种悠闲 但是是蛮难能可贵 所以我就会希望自己 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回到自己 然后做一个很自然 然后很悠闲的一个自己 是少了日夜奔波的行程 宜兰自得刚刚好 所以你很喜欢宜兰 对不对 不然你再讲一次 宜兰 嗯 倒带 倒带 刚刚刚说你 但是你不是真的很喜欢宜兰吗 我刚好本人 小时候就是在宜兰 土山土山的 所以宜兰算不算你的秘密花园 就当你真的很辛苦 有你空挡的时候 也许就可以回去家乡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氛 其实本来是这个样子 但是 自从 大家知道我是宜兰人之后 他就不是我放松的一个地方 也对哦 所以我其实更多的时间我会 像我最近的兴趣 其实我常常会 会自己一个人开车 然后就到附近的一些 有大自然比如说 比方说河滨公园 这样的地方 去看人家六狗 你最近的兴趣就是 开车去看人家六狗 对 我会下车帽子戴一戴 然后就坐在六狗区里面的位置上面 都不讲话 我阿公也喜欢这样 我就是 对不对 帽子 拿个抱子 坐一下午耶 我觉得这个不错 不错 我蛮需要这样的东西来评论一下 不是 这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平常我们在舞台上光鲜亮丽 看的人很多 闪光灯也很多 偶尔看看可爱的狗狗 我在那里奔跑啊 大小便啊 那感觉特别好 对 对不对 还会帮他们亲大小便 还会帮他们亲大小便 严希有时候有空要关怀一下老人 平常多联络 好 这是她的一个造句 那么也跟我们分享她的宣言 来 严希你的爽活宣言 少了过度的装扮 呈现真实的自我 美丽的刚刚好 说得好 尤其是舞台上的明星 平常真的是必须要有很多的装扮 所以是什么样让你有感而发讲的这一句造句呢 因为其实这个爽活的概念跟我的新专辑 我自己和我自己 其实真的完全不谋 不好意思啊 总结果我们顺便先采下一些美丽的功 真的真的不谋而合 不谋而合 因为就是想要呈现最真实的自我 然后回归大自然 有那个依然自身的感觉 不过这是真的 因为严希在过去扮演这么多的角色 演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嘛 对不对 也那是九把刀的故事嘛 也那是戏里面的故事 可是这次唱片 你等于是自己创作 真的变成你自己的故事了 等于回归自己 没有那些多加的过度的重视 太棒 好 我们接下来 请福茂的总经理上台给我们讲几句话 不行 不能再讲唱片了 我不要 对不对 我今年还想要再五香饮料 你不要这样子 去年已经喝完了 总结 好的 对吗 他们真的很大方 直接送我五香 对啊 其实爽健美茶我也蛮喜欢的 你知道吗 对啊 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总监上台 有请 来总监 Virginia 送上刚刚出炉制作好的爽活包 那么也非常的符合两位的需要 不管你是工作 或者说是去公园看狗狗 都可以带着我们的爽健美茶包 哇 好清爽的一个包包 颜色非常的漂亮 大自然色系的 然后再加上绿色的点缀 包括我们在拉面的部分呢 都有一个营料的营生 让大家更好来拉取 总经理站在中间好了 来来来 我们合个影 合个影 非常难难的机会 双代人同时登场 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宣传 谢谢大家